我是今天的夜店讲者张宏奇 看起来就比较有年积一点 那我是宏奇 宏色奇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记住 那因为我就是比大家多活一点 所以有比较多的一些经历跟体验 那就是借由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首先刚开始我会先就是 自我介绍一下 那之后自我介绍完之后呢 我会分享一下就是说 我从刚开始从毕业之后 然后之后怎么找工作 以及在工作当中 我怎么样去从工作当中 去获得一些心得 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转换工作的一些 想法跟心得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我是民船大学的观光系毕业的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有做过那个领队导游 就是游山玩水 就是带那种公司团进香团 然后上车睡觉 下车尿尿 那我之后又跑去念研究所 去念师大运动与休闲管理研究所 那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去 ESPN还有那个台湾微软实习 我不知道说在做的 有一些是学妹啊 就是说她曾经有参加过那个 就是台湾微软 或是现在是那个台湾微软 未来现在体验计划的一员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今天比较不会花多点时间去讲它 那我比较去想要去分享的是一些 工作的经验这样 那我毕业之后 刚刚大家有听到 我毕业之后是 我念的是运动与休闲管理 那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长荣 长荣是要考试进去的 那就是因为觉得说长荣 就是叶子大大 然后很稳定 吃饭碗 可是我觉得说 我不想要就是在里面就是耗免资 因为我觉得我有更多的可能 所以说后来我就离开长荣 对 那之后我到那个TCA是台北市电脑工会 就是每年办那个 就像现在最近有那个电玩展 还有一些资讯展的部分 那我做的是就是 政府专案的PM 那就是后来就是在里面可能比较操吧 因为PM其实就是 怎么讲 就是要做很多一些专案什么的 所以其实压力很大 那我后来就是有休息一段时间 那我后来又跑到了冰藏业 刚刚有一位有讲 对 那我在冰 我在冰岩是做的是那个通路管理 然后还有电话行销的主管 那就是结束之后 就是我有去就是出国流浪一段时间 然后去找自己的目标 去凸显出来 那大家看到这个照片都有笑了 就是当初呢 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好 三秒变格格 大家都知道了 对 那我现在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当你开始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能够去脱颖而出 那首先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自传要怎么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那个照片呢 一定要挑就是比较正式的服装 你不要挑那种 还有笔业啊 还是什么 很奇怪的 那再来呢 就是你要去清楚的写出 就是说 你曾经的一些工作 相关的一些经历 那除了写之外呢 像我都会 就是很清楚明白条例式的去写说 我有做过什么东西 我有什么专场 那除了写之外 还要再附加了就是 有一些数字的佐证 这个很重要 因为那个人资 人资的同仁 他们在看的时候 其实就是 去看说 你会什么 然后你有做过什么 那就是说 需要一些数字 去做一些佐证 那另外一块 除了一些基本资料之外呢 还有就是说 你的次算 你要怎么样写 才是让人家有兴趣 想要去看 那像 我就会写一些 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keyword 然后让他去发现说 挑战自我 我做了什么东西 然后呢 就是像我在龙岩嘛 所以就是殡葬业 送行者之歌 然后或者是在那个长荣 我就说是在绿剧园底下的日子 就是引起人家的一个兴趣 想要去看里面的一些文章 那最后呢 讲完之后 再付出说 为什么要用我 我就去highlight说 像我会让老板 或者是老板 背后的老板 就是说 让他们都能够变得比较闲 然后或者是说 我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思考 一些相关一些能力 或者是一些分析啊 一些业务行销的一些专业 或是怎么样 让他知道说 我有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要去清楚明白 去写到你的自传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让就是那个人知的 人知的那个同仁 他们在看的时候 会有兴趣想要来看你的自传 那接下来是 因为你有中文自传 就有英文的自传 那英文 英文的部分 其实就是大概一页就好 那你也是 简单而要去写一下 你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履历 这样 那另外还有一块 就是说 你的一个敲门栓 就是当你看到 就是可能印识 或者是 那个公司的网站上面 有在投说他们有招募的一个讯息 你要怎么样脱影而出呢 就是因为 你如果是投104 他那个出现在 那个人知同仁的那个email里面 其实开头都是一样 那像呢 我就会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就是我会去投他们 就是他们公司的 就是另外开的一个email 而不是104的部分 因为这样比较有机会 可以脱影而出 像我在前面开头那边 我就会应征 然后刮谱 highlight 就是让他看到 是不一样 那可能一堆 可能来自104 可是呢 我却是这样 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去吸引他的目光的注意 那另外呢 我刚刚讲 那个敲门栓很重要 就是说 我会用 比如说像 美国地产大亨 Donald Trump 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要好好销售 一样商品必须要先让自己爱上它 那正因为 我认同 而且使用过IKEA的优良的制造品质 所以 我有极度强烈的渴望想要以贵公司为救的卡拉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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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我除了写之外 我还要用一些就是颜色去highlight它 那一样 我最后 因为这个字很短 是吸引他的目光的注意 我还是一样把我的优势提出来 好 那这个部分 只是说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就是可能有一些大事啊 或者是受恶的一些同学 他们之后要开始找工作的一些小小的ペット 因为这个东西 有些人是不是连写履历表都不知道怎么写 或者是要怎么样写出一个好的漂亮的履历表 那你们因为都比我年轻更有创意 所以说 我这只是说给你们的一个sample跟想法 那只是说有一些点 你们可以就是说去利用这样子 那当你投了有力去面试之后呢 要做什么 像我刚刚一样 你刚刚一开始一定要自我介绍 让大家知道说 30秒之间就记住你 像我刚刚大概就是把我的绝招红旗拿出来 那其实呢 每个人也可以自己去就是发明你们自己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自己的特色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可能一刚开始会认识你这个人 可能就是因为你做了某一些东西 像我举一个例子 我当初去IKEA面试 也是过五关斩六将 那我其中有一关就是英文面试 其实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 可是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在一刚开始呢 我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个一件事情 Do you know what this? It's fine How about this? Wi-Fi 结果讲完之后 他们全部人都笑 那就是一刚开始就是 我先就是让我自己还有他们就是放松心情 有谁敢在一刚开始就是要简报就直接讲个小话 没有嘛 所以这个也许就是我脱颖而出的一个关键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去这个公司面试之前 你要先做好的一些功课 这公司到底是在卖什么东西做什么服务 有些人没有做这样的功课就直接去面试 当然会被打枪 他当然会去问你一些就是你要应征这份职位 他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然后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专业 你有什么东西你能够提供给他 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功课 事前的功课不能少 那再来呢 就是当你在面试的时候呢 你有什么量 就是我不是来学习的 每个人都说我是一个海绵 我来学习的 公司才不会管你 我是来贡献我的价值的 像他讲到说我要打十个 你怎么打十个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你要去说明说 你可能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你要去很清楚明白你所做的事情 那像我那时候我就讲说 我有处理就是客数 我在容颜的时候 就是有人把那骨灰灌客错名字 然后被加客数 我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然后处理的过程 还有就是说 处理完之后 所发生一些 就是赛发房子的一些结果 还有对其他部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这件事情 对公司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我做了什么 这个东西 你都要清楚明白去说出 你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而不是说 我只是要打十个 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要很深刻的去讲出说 你做了什么东西 这个非常重要 那再来就是说 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后黑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当你到一间新的公司呢 就是多做少说 而且呢 做人要比做事情重要 因为人员很重要 那有一件事情 你们一定要跟 就是团购 公司如果团购的话 一定要跟 因为这个是拉近 跟同事之间 彼此人脉的一个好机会 那多做少说呢 就记得 就是因为刚开始 你有很多想法 可是 就是因为你今天不够 所以人家当然会打你的枪 那再来是 这句话常常在讲 就是说 永远要站在老板的位置 去思考做事情 甚至是 老板的老板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坏 如果你能够比他找一步 去想到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成功了 而且只要是老板 他想到问题 他第一个就想到你 这个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是 不要拍马屁 但要事实懂得做求 这个可能大家不懂 他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我之前在 那个比如说 容颜总公司 我们要发放一项福利 可能由公司去讲就好了 可是呢 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我们会做求 给我们一个营业处的处长 让他去讲这样的讯息 由他去发布 这样就会认为说 这个讯息是他去向公司 争取来的 这两件事情不一样 一个是公司讲 例行公司大家知道而已 可是呢 我们做求给那个处长 让他底下的业务 就知道说 这个是你去跟公司 特别争取的 那他们就会 对他的向心力 就会提升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 要适时的去做求 这个是一个 工作的一个思维 大家要记住这个部分 以后对你们工作 会非常有的帮助 那再来是呢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呢 也不能够怠惰 要持续的学习 去累积人脉 那 那学习呢 就是其实很多事情 我都不会 那就是从错误中 去学习去 try 这没有关系 那你要知道说 你为什么错了 而不是说一错再错 人家会原谅你 原谅三次 第四次后人家就觉得 你很那个 好 对 然后再来是要主动 向前辈挖堡 因为每一个前辈 他就是有很多 是他个人内化的 一些工作的经验 在他身上呢 你能够多问 多就是 多问多了解 这样能够减少你 就是犯错 或者是 多花很多时间的机会 那再来是设定目标 自我成长 你不要说 我不知道说 我两年之后 五年之后 我要做什么 你要永远都知道说 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不然你可能就是 一直做事情 可是你没有目标 那这样子 你做到最后 你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浪费时间 那最后呢 就是说你要去多参加一些活动 比如像焦点 或者是像 之前我参加那个微软的那个协会 就是有很多人 很多人脉 那怎么样帮你创造机会 甚至是 你没工作的时候 可以帮你创造 找工作机会 或者是一些业务的一些相关的机会 那再来是 我在工作当中呢 就是有一些体悟 那就是一句话 能够改变一生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长荣的时候呢 就是远离舒适圈 勇敢向前行 大家都知道 要考试进去铁饭完 可是为什么我放弃了 因为我知道我有更多的可能 所以 那个 impossible 你把它拆开来 就是I am possible 我认为我有可能 我就会去做 那再来是 魔鬼藏在细节里 就是 我在电脑会的时候 我做皮眼 要做很多杂事 很多事情都嘎在自己身上 那这时候 细节就很重要 所以魔鬼藏在细节里 很多事情都是从细节里面 去学习来的 那另外一个 我在龙岩 殡葬业 谁想要去做 可是呢 大家都知道 殡葬业很赚钱 没有错 所以你想要成功 就要选择往人少的地方走 如果我去挤台积电 那么多台正新交的人都在里面 我要怎么样出头 没机会啊 刚刚大家看到 那个澳美很多组织 很多啊 可是我在龙岩 我的组织就是 我的经理 上去就是副总 再来就是总经理 四成而已 那这样是我机会就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想要成功 就是要选择 往比较少的地方走 那最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分享的经验 最后呢 其实就是一句话 想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 你们要专注热情 然后选择你们想要有兴趣想要做的 想要做的一些工作 因为 常常我们会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说 他薪水领多少 年终领多少 或者是他做的工作多有趣 可是呢 重点是你做的工作 到底你自己有没有兴趣 对你自己来讲 有没有成长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文章 就是呢 他说 人生 不是你走的多长 而是呢 看你做了什么 那旅程呢 不是你走的多远 就有多厉害 而是你看到什么 所以 生命的精彩 不是在它的长度 而是在它的宽度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够有机会趁年轻 多去体验 谢谢大家